其實這個禮拜當中我想利用這篇文章談到 真正談的東西其實最直接談的並不是在談一個東西叫做 跨國企業概則的經營 我想拿這個東西來做一個介紹的事情 是在介紹另外一個觀念 它叫做所謂的一個社會契約 所以在各位看到的那個 另外有一個recommending reading 就是那個R的那個部分 有一個檔案叫做ISCT那個檔案當中 事實上這個作者跟ISCT的發展者是同一個人 那它這篇文章當中是從那個地方的概念當中所延伸出來的 好 ISCT那邊我本來第一年的時候在教的時候 是拿一篇paper出來給各位看 那個paper號稱是管理領域當中最好的期刊叫做AMR 還是AMJ我忘記了 忘記哪一個了 裡面二十幾頁 然後大家看完之後呢 全班面有半個人說他看懂了 然後呢 所以我逐漸的把它變成 只要精簡地快速講它的基本概念就好 那什麼叫做社會契約呢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好了 有一個小嬰兒 不對 有一個兒 一歲的小朋友 在路上走來走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你會覺得 誰要出來負責 一歲的小朋友一個人在外面走來走去 為什麼 有人覺得不是爸媽小朋友要負責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腿是小朋友 為什麼是爸媽要負責 他是無行為能力人 他是無行為能力人 所以爸媽要負責是不是 再來第二個問題 那個 有一對夫妻他真的很窮 窮到他連工作都沒有 自己每天連泡麵都轉不大到 所以他生了一個小孩之後呢 把這小孩放在一旁 把他丟在路邊 他覺得自己養不起 這個時候這個父母有沒有錯 對於你們來講 有 你們真的都覺得有錯嗎 對 為什麼 沒錢還生 在這個世界上面 我覺得現在台灣最會生的有兩種人 第一種人叫做很有錢的人 那可以生一坨 第二種人叫做根本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他只知道做不知道會生 就產生出來一堆東西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生後 這是其外話 就各位剛剛講的一些東西來講 代表的事情是說 在我們這個社會上面 有些東西都是約定成俗的 例如像說 好 父母生了之後 生了你就是要養 不然你就不要生 例如像這樣子的東西 這些約定成俗的東西 我們把它稱為 做一種所謂的一個社會契約 這社會契約 是我們人跟人之間相處當中 它存在的一個基準 因為有這個基準 在那邊的時候 從行為的 從效率角度來看的時候 代表的事情是說 在很多的時候 我可以快速的假設 這個人會幹嘛 因此做出一個 適當的一個回應 那因為像這樣的東西的存在 降低的社會當中 很多的一些 用經濟學來講的時候 所謂的一種 交易成本的發生 如果我們用經濟學體系的 概念來看的話 會有像這樣子的效果 那像這樣子的一些東西 社會契約這個東西呢 在某種程度上面來講的時候 倫理它也是一種社會契約 這裡我要補充一下 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用詞喔 ethical 跟moral 或的morality 這東西是不一樣的概念 是相關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要先把倫理 跟道德這兩個東西 做一點點小的區隔 倫理的部分來講 它基本上 我們比較強調的是 來自於說 你自己對於對跟錯 這樣子態度的一個判斷 那道德那個部分來講 有比較強的一種 那種所謂的一個 對於某個群體來講 它所謂的一個強制力 那在倫理課程這部分來講 我們會盡量偏好用倫理 這樣子的一個字眼 那我想我先簡單講一下 ISCT在幹什麼好了 掉到我的頭影片那邊 ISCT裡面來講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邏輯很簡單 我想一下齁 好 有沒有人看過那個 無間道2這個電影 無間道2 沒有 那這樣子我們就沒有共通的話題了 好 賓抓賊這個東西 好 警察有沒有爛的警察 有 賊有沒有好的賊 有 但是 那所以壞的警察 還去抓好的賊 這樣對不對 對 為什麼不對 符合社會規範 為什麼符合社會規範 警察不是要抓壞人的 賊是壞人要抓他 賊有違法 雖然這個警察是壞警察 可是要抓這個賊有什麼錯 他的工作 OK 好 所以 像這類的東西來講 在很多時候 我們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是來自於說 對於不同群體的人 他們有一些不大一樣的一些規矩 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在很多那種 黑幫的電影裡面來講 常常會說 你今天錄了幫 你就之後不能出來 除非你今天怎樣怎樣什麼的 你也不能夠去 例如像 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用一般黑幫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事情是說 你不能夠 OK 你不能夠上大嫂 用像這樣子的東西 好 可是 話拉回來來看好了 另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什麼叫感情 什麼叫交往 這種東西叫你情我願 對不對 我們兩個既然戀開手 我們不能夠交往 這算是會有兩種 邏輯的一個衝突 因為我放在一個 不一樣的群體裡面的時候 自然而然會有兩種以上 不大一樣的一個東西 那所謂的一個 ISCT整合的一個社會契約模型來講的時候 他想談的是已經是說 像這類的問題來講 並不是像我們照看之下 那麼的雜亂無章 因為雜亂無章的概念有很多 呃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喔 我現在這樣子 這樣子代表什麼 同意不同意 真的嗎 如果 如果我今天 我是個印度人呢 真的嗎 好 這個問題我試驗過 因為以前在外國上班的時候 因為以前在外國上班的時候 有一次我很多同事是 印度人 然後呢 每次在跟他們做briefing 就是說在講說 我們大家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跟我說懂 到後來呢 通通都做錯 那我後來想說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們懂 後來注意到了 他們都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就 因為樣子我還要仔細觀察 他們怎麼做反應的 後來我發現 除了這樣子之外 還有等等反應是這樣子 這下我頭大了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哪一種印度人 有的印度人對他們來講 這個叫不懂 這個叫懂 那對於某些印度人來講 這個是叫做他搞清楚了 像這樣子的狀況 那為了解決像這樣狀況 這樣子的行情之下 代表的事情是說 兩個社群對某個東西來講 有著不大一樣的一個認知 好 那把這樣子的東西 推到倫理上面來看的時候呢 他的概念所講的事情是說 事實上 就倫理的東西 就倫理的準則來講 倫理的準則運用來講的時候 事實上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三種不大一樣的level 第一種 他把它叫做所謂的hypernone 什麼叫做hypernone呢 hypernone是一種 所謂的一個至高無上 不管在哪邊的人 都該把這個東西 當成是一個不變的真理的 把這個東西當成hypernone 第二種呢 叫做macronone 什麼叫macronone呢 我們可以把它比較成說 在某一個較大的社會群體當中 他們認為某件事情 是應該這樣子來做的 第三種呢 他們把它叫做macronone macronone指的事情是說 這個東西指在某些小群體裡面 他們這群人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認知的 但離開了這個群體裡面以後 外面的人可能有一些 不大一樣的一些概念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 同樣是講黑幫來講好了 好 在一般來講黑幫的時候 對於某些黑幫來講 他可能覺得說 某些黑幫可能會說 什麼都可以做 就是不能販毒 因為他們覺得販毒是不好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在這個黑幫裡面 儘管販毒可以賺很多的錢 但他們只要一做 就會被大家所抵制 會有像這樣子的現象 而另外一種 另外一群黑幫可能 他們本身就認為說 好 販毒這個東西是可以被允許的 但是不管是哪一個黑幫 跟警察做勾結 幫警察打小報告 這種情形是不被許可的 因為賊 是不可以幫警方做事的 所以 對於這兩個黑幫來講 他們通通就遵守了另外一個準則 所以 Michael No 跟Michael的那種No 跟Michael的那種No 所謂的下層次的一些準則 跟上層次的準則的概念來講 就是在於說 看看說好 他是在一個小的地方來試用 還是在一個大的地方來試用 那對於 ISD的理論來講 雖然這邊寫出來了很多 什麼叫Micro Contract 拍到下一頁 還有所謂的一個Hypernome 像這樣子之類的東西的時候 這東西看起來比較複雜 大家講的最簡單的東西 是來自於說 所謂的一個倫理道德這個東西來講 它是有一個優先順序的一個排列 那麼對於我們來講的時候 應該要找到一些 首先是一 找到一些所謂的一個 至高無上這種所謂的Hypernome 全世界舉世皆然的一些準則 這些準則是完全不能夠違背的 但在這個準則之外的時候 某些情形之下 可能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對於某個社群A來講 這是被許可的 社群B是不被許可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呢 它就會構成了 這邊文章裡面所談到的那種 Values Intention 因為你可能碰到兩種 有一些相互衝突的一些 對跟錯的作為 這個時候第三個問題又出來了 作為一個當事人來講說 我該怎麼辦 特別是我今天 是處於這兩種環境之下 的話 那麼這就是這些文章當中 所想去解決掉的一個問題 跳到下一頁過來 跳到上頁 對不起 好 再上來 再上來 好 那對於這篇文章來講的時候呢 他認為說事實上 對於一個人來講的時候 我們到朋友的國家裡面 呃 舉個例子來看一下 好了 我想想看有什麼例子 在車上抽大麻 你們覺得可不可以 看見哪 在哪個國家 在哪個國家 在 Russia 在車上抽大麻 這個人在開車嗎還是沒有 坐在公車上面抽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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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有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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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是沒有合法 但是真的不行嗎 但是真的不行嗎 好 好 像 這種例子來看的時候呢 換一種例子來講 先不要講抽大麻好了 先不要講車上抽大麻 呃 例如像抽大麻這種行為可不可以 有些地方可以 有些地方可以 所以 這時候碰到一個新的問題啦 例如像 我是一個荷蘭人 我不是說韋代斯的老師 先把這個問題先講掉 好 我是荷蘭人 然後呢 呃 我偶爾想放鬆一下 所以我在台灣這邊把大麻點起來了 點完之後 點完之後 到底這樣子的行為 對還是不對 這時候就有兩種不大一樣的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來自於說好 荷蘭人可能告訴你說 呃 想當年 我們荷蘭本來是你們中國的宗族 是你們台灣的宗族國 要不正成功把我打掉的話 你們現在都可以參加歐洲杯足球賽了 所以 從這樣子來看的時候呢 我們荷蘭的文化 比貴國 台灣的文化要優越 所以 抽大麻當然是好事啊 我來這邊抽當然是沒有錯的 那麼你們這邊的人 居然說不准抽大麻 是因為 你們都還沒有開花 這種情形之下 叫做所謂的一種 所謂的一個 culture的一個 empericism 這個角度 它代表說 對於某些國家來講 他們的主張是認為說是 就我們某國的國家來講 我們的文化是最優越的 特別是來自於某些 所謂的一個 經濟比較早開發的國家的時候 最容易持有像這樣的概念 如果你們有唸過 Ib的說的話 在這種情形之下 他們就會覺得說 特別是從 經濟比較好的國家 轉到後進國家的時候 他就會說 你們應該要遵照 我們的路徑來走 諸如此類的概念等等 那反過來說 事實上 就全世界的概念 現在來講說 並不是只有 經濟比較先進的國家 會持有像這樣的例子 例如像 最近其實 很早前就有 像李汪耀 在推崇之所謂的 亞洲的價值 或者日本 之前去共用日本的價值等等 那些東西來講 也算是一種 所謂的一個 culture imperialism 這樣的一種概念 另外一種人的概念 則認為說是 好 簡單說就是說 去羅馬 我只要做羅馬人做的事情 去新德里 我只要做新德里人做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你到了某個地方 例如像 你發現路上很多的人 就直接在路上 直接撇小條 撇出來了 那在那情形之下 你也不要笨到 跟別人講說 我可不可以借你家的廁所 路上直接撇就好了 問題只是 你敢不敢而已 會變成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在過去來講 有像這樣兩種情形 所以對一個企業經理人來講 我的問題出來啦 我先應該朝向 路徑隨俗的觀點 還是應該朝向 所謂的一個 絕對主義的觀點 在這種情形之下 對於這些作者來講 從ISCT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他的主張是認為說 要看這個東西的狀況 如果這個事情 屬於hypernome的話 那麼 那麼呢 全世界的國家的人 都應該用完全一樣的標準 來處理它 但某些時候 這些東西來講 它是屬於一個 所謂的一個 micronome 或者所謂的各地 相互為證的東西 來講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一些 不大一樣的標準 來看待它 請跳到下一頁 好 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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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裡面來看的時候呢 首先第一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出現了 什麼東西 是我們大家都要遵守的呢 例如像 他所說的hypernome 好 我們先簡單問一下好了 有沒有任何的東西 是你們覺得說 舉世都不可以違反的 違反就是錯 傷害人是錯的嗎 什麼叫傷害人權 什麼叫傷害人權 殺人 殺人是錯的 所以國家每天都在 措施刑犯的國家就是有錯 他們用國家的力量來殺人 雖然殺了這個人之後 可以保護更多的人 或者說 兩國在戰爭的時候 我把別人打死了 我是為了保衛我的國家 但是我做的是一件錯事 這樣會不會邏輯上面 有一點點 矛盾說服不了自己 所以殺人 所以傷害別人的生命 也許可能是hypernome的一個候選人 但是聽起來好像有點質疑 需要被條件加上去了 好 再試試看 還有什麼東西是你們覺得舉世接然的 亂輪 不能亂輪 為什麼不能亂輪 什麼叫亂輪 你先把亂輪的定義解釋一下 對你來講什麼叫亂輪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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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跟我這個老婆再婚之後 這兩個人就變成兄妹的關係 這兩個人交往算不算亂輪 那為什麼 OK 先這樣講好了 為什麼亂輪本身是錯的 為什麼亂輪本身是錯的 好 那如果照剛剛的例子來看的時候 我 呃 我的兒子 跟我這個 後來這個老婆的小孩子 這兩個人有沒有血緣的關係 有 血緣的關係 血緣沒有 血緣沒有的話 為什麼這兩個人會有increase到 所謂的一個 經營兒這樣子的風險 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兩個人又算亂輪 但他們兩個又沒有風險的話 這樣會不會有點矛盾 怪怪的 真的不行嗎 所以 亂輪是可以的 可以啊 你要告訴我那是亂輪 可是你要告訴我 那沒有風險 然後你告訴我說 亂輪這個規矩 存在社會上的目的 是為了避免掉社會上的畸形而 喔 所以就把它講得更細緻囉 必須要是 必須要是有血緣之下 的這種所謂的一個 靜心之間的一個 連結 叫做所謂的有問題 好 也許有 我先這樣講好了 事實上有沒有hypernone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 因為每次在問的時候 我們都很難具體的 舉出一個實際的例子 說 什麼叫做世界上面 絕對不可以違反的東西 並且這個東西 是全世界的人 都認為是要接受的 例如像 剛剛說亂輪這個東西 來講好了 例如像 弟弟娶哥哥的老婆 算不算亂輪 哥哥過世了 弟弟學哥哥的老婆 算不算 就某些國家來講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某些國家來講 這是一個 必須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怕這個人 就逐漸的變成 所謂的一個 沒有人照顧他等等 所以事實上 我要找到任何一種東西 去說 舉世皆然 這種事情 絕對都錯了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例子上面來講 事實上並不好找 這是在所謂的 ISD理論當中 最大的一個問題 但anyway 他回來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對於作者來講 他認為 好 還是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是我們必須要去遵守到 到我們今天有像這樣 這些問題的 首先 第一個事情是說 我必須要尊重到一些 所謂的核心 人的一個 人類的一個價值 這個部分來講 他可以說 就是所謂的一個 hypernome 這樣子的概念 在這個題目之下的時候 我再來就要處理到 兩件事情 一 在不違反 核心的人類的價值行程之下的時候 首先 一 我可能要尊重一下 當地的一個習俗 這是我必須要在乎的事情 以及說 必須要決定一下說 context matters 當我決定什麼叫做 對跟錯的時候 因為在某些的時候 事實上 我很難判斷 什麼叫做真正的對 什麼叫做真正的錯 所以那時候就形成了一種 他們剛剛所說的一個 moral free space 所謂的一個 倫理的一種 自由灰色的空間 因為 很難說對 也很難說錯 好 跳到下面來看他 那 對於他來講的時候 什麼叫做 所謂的一個 核心的一個人類的價值呢 就這個作者來講 他認為說 第一個 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 去追求 人生的一個健康 照這個邏輯來看 抽菸族都不對 因為抽菸會有二手菸 是不是 這好像怪怪的 沒事 再來 另外他認為核心價值 這個東西 那 只要在價值 可以被成立完之後 可能就要看看 Local tradition 跟當地的狀況來決定 等一下到下一頁 好 那當然這邊來講 他就開始問一件事情了 事實上 在很多國家裡面來講 他們各自有一些 不大一樣的字眼 在這裡面看的時候 到底說這些價值當中 有哪些東西 是所謂的共同的一些東西 他所代表的事情是來自於說 其實對於所有的人來講 首先 第一個 他認為說 在大多數的一個文化 大多數的一個culture之下的時候 我們都應該要有 個人 強調個人的自由 然後個人的一些政治參與的權利 跟我們的人權之類的東西 他要再下一頁 好 那所以在這情形之下的時候 他認為說 就東方和西方來講的時候 我們基本的一些 共同的一些value 包括的事情是說 第一個 我們要讓每個人 覺得他是一個 受到尊重之下活著的 第二個是來自於說 我要尊重每個人的一個basic right 基本的權利 基本人權的部分 第三個是來自於說 每個人都要去創造自己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好的一種公民的一個表現 好 這邊暫停一下 這樣聽起來有沒有道理 每個人 其實每個國家裡面 我們都覺得說 每個人都應該要尊重大家的一個 那種尊嚴 然後每個人都應該有基本的權利 跟每個人都要展現 良好的一個公民行為 我們來量測一下好了 覺得同意他觀點的人 請按1 覺得不同意的人 請按2 現在開始 完成了 請按3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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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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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